大家好,我是Erik 今天是10月16号 我们继续来看A股 首先声明,我只是小散户 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做投资建议 先来回顾一下一周走势 周一,上阵跳空25点高开 全天大幅向上推升 除一点半有一波小调整 全天都是上工为主 上阵收涨2.64% 创业版收涨3.9亿 成交量明显放大 北上资金净流入159亿 周二,指数开盘后足迹下探 最低中午前探到3334点 午后气温反弹 尾市翻红微涨 周三,低开后逐波下探 午后跌到3330点后止跌 横盘震荡到结束 上阵收跌0.56% 北上资金净流入7亿 周四,开盘一波探底回升后 平盘线附近震荡 两点过后慢慢走弱 上阵收跌0.26% 北上资金净流入13亿 周五,平盘小幅震荡到11点左右 指数突然做了一个急跌的动作 午后开盘,齐文震荡 尾市平盘报收 上阵全周涨1.96% 全周指数成上涨回落的走势 上周五是10月第一个交易日 也是当周唯一的一个交易日 由于节中国内外没有出什么大的幺蛾子 特朗普虽然得了新冠 但恢复的速度也是飞快 国际市场在假期周表现的还不错 所以上周五第一天开门喉很正常 但是第一天两市才成交了6800亿 量能并没有明显放大 说明市场对接下来还是比较谨慎 尤其还有新股发行的压力要到来 很多人也是在观望 但是周末出了不少新闻 直接影响大盘周一大涨 我大概说一下 最重要的一个消息 就是国务院发布了国期条 也就是那个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分布实施注册制 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 这个政策我第一印象就是护生主板也要注册制 之前创业版搞注册制 涨跌幅20% 明显造成了制度上的不公平 刚开始一段时间 大量资金从主板转移到创业版 很多就是为了博20%的刺激 就像打麻将 玩过了20块的台子 就不要再玩10块钱的台子了 炒到最后 创业版垃圾股也在乱炒 逼得上面出手管 油资才开始撤退 但是制度上的不公平 如果不解决 一些资金还是会流到创业版去博20% 周四晚间 我们的村长议会满表示 选择适当时机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 着力提升资本市场功能 很明显 护生最终就要实施注册制 先不谈垃圾上市公司将批量淘汰 一大批人将被割韭菜 不过创业版的经验已经表明 20%确实吸引很大 在护生实施注册制的开始阶段 一定会有一次上冲的过程 到时候会有一些个股拉伸 现在就看何时会实施 目前看 上面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很迫切 估计不会远 明年一季度我估计就能够看到 总的来说 这个政策属于对大盘的空中加油的政策 是利好 本周还有个消息比较有意思 央行行长说 要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尽可能长时间的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 现在各方面数据看 这一次疫情我们的宽松力度是要小于欧美的 央行的这一次表态 意思是为解决危机的大放水要停一停 未来也会随着经济复苏尽快地恢复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但是要注意 并不是要紧缩货币 只是要正常化 为今后的经济波动流出余地和后手 虽然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放水 但这一次欧美那种大规模的货币宽松 会进一步加速欧美的贫富分化 让他们那边的普通老百姓手里的票子变毛 面对疫情带来的经济执政 上面又不得不印钞来支持星际 不然很多企业撑不住 很多人要失业 现在全世界都在搞负利率 零利率 负利率和零利率是全球的大趋势 但是负利率又容易造成债务过高 有的国家挺不住 就会发生债务危机 所以我们的央行在努力减缓人民币负利率的速度 一方面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保持主动性 另一方面 只要我们的利率比欧美国家高一点 在倾机平稳的情况下 人民币资产就有一定的吸引力 对经济有良性的作用 解决危机的救命放水没了 但不会紧缩货币 该放的水还是会放 这个目前不用担心 9月份的CPI出来以后 这个数据比预想的还要差 很多机构预测数据大概是在1.9 结果数据是1.7% 这已经表明实体经济已经在通缩的边缘徘徊 如果陷入通缩 那么很多人的生活会被验的更悲惨 前一段时间 美联储给经济定的目标就是通胀恢复到2% 美联储养了几百号世界级的经济学家 都制定了2%的通胀目标 中国的经济要恢复 目标应该也是2%以上 所以本周初的CPI数据 加上央行领导出来吹风说 允许宏观杠杆阶段性上升 表明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还能够看到货币放水 可能放水不会那么凶猛 但这个水肯定是有的 最后一个季度依然会有一定的宽松空间 A股不用担心 先看我的股票 还是没有任何操作 周一跳空高开 快速上攻到涨4.5%左右 便开始横盘震荡 5后重心略有下移 收涨3.42% 周二开盘就跟随券商板块下跌 5后有所反弹 未跌报收 周三低开后快速下滩到18.6%左右 之后大半天基本窄幅横盘震荡 收18.58% 周四开盘探底后一波急拉翻红 之后慢慢回落 收跌0.38% 周五属于下滩后拉回 再下滩后再拉回的探底走势 平盘报收 全周冲高回落 微涨报收 上个月收盘时 这股票形态还是比较难看的 本月初的上攻 暂时缓解了下跌的趋势 短线看依然受制于30天线 有一点我觉得是有利的 7月调整下来 已经调整了三个月 成交量越来越小 短线做空动能是不足的 隔壁顶点软件走的是最弱的 在38块附近也是能感到有比较大的支撑 做空动能在这个位置和时间点都是不足的 先看何时突破30天线吧 接下来两周应该还会有增发进展的消息出来 下周还有季报 季报估计不会差 看走势是否能够波段回升的走势 反正误着再说 大家想过没有 如果全面推行注册制 实质利好哪个行业 券商一定是利好的 这一点不用多想 但是想要推动券商等大金融板块 是需要成交量的放出的 接下来还有很多新股要发 成交量不能有效的放大 就无法推动券商等金融板块 这是目前比较重要的解决的问题 除了周一两市达到了9300亿 之后成交量不断的萎缩 到周五也只有7000亿左右的水平 一方面说明短线跌的差不多了 但是能不能够放出二次量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要看上面是否还能够找到机会来点火 我们下周开始重点关注成交量的变化 目前看指数 还是定性为上冲到一个平台进行整理的走势 上冲的动能还在 一些前期涨幅过大的个股 最近在不断的调整 说明机构也在调仓换股 我相信一些基本面不错的 还在长期底部的个股 会有机会被资金关注 至少在牛市的中后期会有补涨的行情 这种是安全系数比较高的 比追高个股要安全 谢谢